西昆与福州两地是板桥区的边陲地带 地理位置临近树林区 常常被称为三不管地带 立法委员罗智政为了兑现选前承诺 21号在存德街成立西昆福州服务处 究竟解决居民的需求 1 2 3 西昆地区跟板桥的市中心是有一段聚的 制成一格所以我想这边设立一个服务处有这个必要 这也是我们选举的时候对市民的一个承诺 西昆地区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停车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经过一年多的争取之后 我们很高兴新北市政务能够把西北公园的停车场 列入前瞻计划里面 这部分我们接下来就会向中央来争取 希望能够在竞争型的计划当中 为西昆地区争取到一个大型的地下公园的停车场 西昆与福州地区这几年发展快速 交通量大增 停车需求也非常庞大 这一次西北公园地下停车场的建设将纳入前瞻计划 希望可以有效改善当地的交通问题 中家新闻吴佩山林凯军板桥报导 市场上树上树下坚定下来 就是区域八半壮 段时间可以选择 这么多时间 是的